我剛有一個方法介紹 我現在有一個高一的不遂念科 大家知道念科有分出分科 大家就了解 就拿出一個出分科 所以我們從整個念上開始 那我是負責我們的 這裡是哪裡 對 聖誕 各位好 我是真的聖誕科的醫師 所以你們都變得很挑痛 各位來找我 非常高興跟大家有一個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就是The Roots of American English 這個重點是說 我們如何把新的很多新的一群名字 如果有很多人了解 再來進步 像我剛介紹 我是一個專業的知識 這個專業是 醫學裡面的內科醫師 它在Substaterally 是一個Neprology 就是腎臟的醫師 所以我用這兩個來講 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想大家 還有沒有完成早餐的 這個時候是一個WOW時間 大家分組 就分四大區塊來看 這一組的 來了最早 一起到這一組的同學 你今天來 覺得說 我們今天來上課 就你自己的觀念講 今天為什麼來上這堂課 那你的期望出什麼 有沒有同學 可以 來分享一下 這台一台電腦蠻好的 所以請各位同學來跟我們理想一下 你覺得說 今天的上課 這台電腦蠻好的 為什麼我們要排這堂課 啊 你的期望真的好 他什麼都可以講 排這堂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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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有嗎 選了一碗嗎 好 那你的期望是甚麼 你希望從這兩個小時 希望得到甚麼 想出你心裡的感想是甚麼 我覺得我希望考試考高分 好 那就這樣好了 我們再考試到這邊來 請前面穿白衣服 請問同學 請問同學 因為是畢修課 畢修課 所以我怕Peggy老師會點名 好 說不定講是心裡的話 對 那你的期望咧 好 你的期望 我希望就是 不要像深化都學不到東西 深化的話 跟大家說起來 深化這個事情大家共同不成 好 我會把這個來 好 我們問這一間的 在深化的同學 旁邊的問題 好 你 可以了吧 我們穿這些 畢俗選手 會排到這種的嗎 對對 你覺得這種要排這樣 畢俗 今天你會出現在這裡 我會 因為我看不到他們在寫什麼 所以我需要 我需要英文能力 但是我能知道他們在寫什麼 你說 你從大英語改 有看到英文書嗎 大澳現在開始 有寫播學 開始來說 跟醫學相關的名字 在說的 那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困難 學這種比較 跟醫學或生物相關的 你覺得有困難在哪裡 就是 從來不會看過那些字啊 你一點發音都放在出來 你怎麼被弄 你怎麼被弄 或者一邊一邊實際都有 好 我常在了解 你覺得要學這個語文 要從觀音 能夠知道怎麼練 學起來比較好 對 這個 我們的呂老師是專家 等一下可以開門一下 那你的期望是什麼 讓我可以看得懂 知道的那些事嗎 好 可以看得懂 至少不要看製片書 非常好 我想 經過大家 大家的一些想法 非常好 有時候地修會開始 然後如果對 熟悉母要想要了解 當然就是說 至少對解 不會變得了解 我看看嘗試 能不能看看大家 至少我先跟大家 減少恐懼感 這是我個人的目標 減少恐懼感 我們語言都是這樣 來學習的 好 我們就把它當作 這個系列的語言題 好 我介紹一下 好 那我今天的奧奈 就是說 還是以我們的自歌自演開始 他以前 那個 剛才聯討 有時候老師跟你講 說學語言 另一個技巧 就是說 從自跟自首 但是所有的 異學相關 就是從Laz跟Brick 就是到西來 西來是希望以前 一個 就是 開始的期 前幾堂課 我想知道 呂老師有跟大家講 其他神話 所以這邊也可以 可以做一些連結 所以那個路 其實本上 你就把它拆解 拆字 基本上自根開始 自首 自吻 但是把這三個 等起來 就是成為一切連結 其實看起來 好像是什麼大學問 但是就 大家開始覺得有困難 但是 當然我們進一步 從這邊來瞭解 我們自己本身 未來要成為醫師 當然你自己 也沒有一個 甚至到 Speciality 那我個人 就是說 我現在網路之前非常豐富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很多 免費的網路之前來學習 當然中間有些 那個Safe is complete 請問一下 我們有提供這個資料 雖然有點前幾天 請問有看過請舉手 勇敢的請舉手 有看過了 好 爬腳大家有空 休息 或說腳沒有什麼時間 回去拜託 好好看 這個應該對大家 非常有幫忙 而我今天的 題材 也是用這個來源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資源 那我跟大家介紹 他 我們都知道 你網路先看一下 他的網址是什麼 他知道 COV 是美國 因為美國人最大 都不用寫國家 只說COV 那前面就是NIH 就是美國國家衛生驗 大家都一個人知道 NLN 所以他提供非常免費的資源 所以他提供非常免費的資源 所以大家所有的醫師都要知道 查Mainline 因為所有的最近的研究報告都從Mainline來 當然他這個網站多一個MainlinePlus 好像更高級對不對 Mainline是給醫療或專業人員看的 MainlinePlus好像更高級 但是其實他是為了給病人 或說病重看的 所以他多一個Plus 當然其中就有一個網站 大家想說 以免我為例 他們的民眾 可以從這個網路 這個軟件來學 Hackerton 這樣也可以幫助他在就醫的時候 跟醫療內溝通 所以我們應該說 我的期望 所有的醫學生 至少要跟民眾的醫療知識 要一樣好 這點大家要同意 你不能說 比我們剛剛民眾的醫療知識 還更差 但可能 我們要趕快馬上趕上 所以 對不起 我們應該有更大 您需要那個 就是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好 每次在上課前 我們會把學區可以先看的 放在我們的網路上 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貼在網路上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貼在網路上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貼在網路上 《understanding medical words》 a tutorial from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你看剛剛 就是說 我同學講說 花音 那麼可能 你看他這邊就 應該是標準的英文 貼到醫學名詞 他自己的那個課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個網站 專門所有醫學名詞的 鑑血寫歌 介紹到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請大家可以看 這個 自從這個Media Plus 它裡面一個V的很酷 很酷 很酷 再找到一個 就是 我們剛剛講過 Media World Understanding medical words 這個網站 這個點 它就有活動 我已經把它變成JIP檔 大家可以幫他 只要把它解壓書就可以了 你看 他美國音樂 西班牙裔的 那個主題 非常多 是一個Escanium 就是有版本 其實我們剛剛講過 一寫名詞 算是新的語言 好像很困難 其實剛剛就是說 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分解 就是其實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分解怎麼樣 你就知道 這個是自首 自根 自圍 所以那自首當然是在 所有的字的前面 beginning 像大小啦 形狀啦 color root 大部分都放在中間 那你自圍當然是放在後面 表示一個狀態 表示一個事情 它也有一個 它也有一個side 它也有一個problem 例如說 你知道病理是pa psology 但你知道什麼pa 是pa 就是一個病理 病人的問題 大家應該知道病理這個字 很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 最基本的 這個 字根開始 它這邊提到 我們人體中的器官 不要 大家現在聖誕解剖學 解剖學的利用 從本學開始 大家有拿土箱回去嗎 還沒有 還沒有 你來告訴你 黃東 不然你 黃東會嚇死 好 那我們說骨頭 肌肉 神經 皮膚 你看這個是我們人體很重要的幾個器官 但是 肉 它自 不信的 開始 硬跟真的不太一樣 它是oste 它是O 開始 那這個應該是從 拉丁跟希臘的 骨子開始 那 muscle 可以了解 跟M一樣 neural learn跟neural 我們知道 neuralgy 神經學會更一樣 scape 叫抱歉 就不一樣 從B開始 derm 但是我們表題 大家應該上過生物語學 分散合胚乘嗎 上皮 上胚乘 中胚乘 內胚乘 and service 是不是epi epi derm 所以 應該用大家以前 所學過的生物語學 應該可以了解 所以不用怕 這樣子 大家可以慢慢 可以減輕大家的 一個心理壓力 或恐懼感 所以這個bong 那我們你看 用這個bong elstia來衍生的話 他說 有些我知道 很多運動 以後的運動傷害 以前我都用 李舒瓦那張照片 他因為 經典覺得 不要太久了 他現在比較多 這是熱門的 大家還在看 李舒瓦的片子嗎 你希望沒有那麼熱門 以前說 你的bong非常 我們看 字是什麼形容呢 他覺得 哪一個是 painful joint 哪一個是 withbong的 猜一下 比方說 用painful joint 是左邊這個 還是右邊這個 大家可以猜一下 大家知道 我們請 各位同學 猜一下 painful joint 比較像左邊這個 還是 右邊那個 假如說 我也不懂 你可以猜一下 左邊 左邊 那邊不一樣 左邊 左邊 好 如果解釋 用你的 就是 我猜 對 不是我本人就懂 那怎麼解釋 為什麼是左邊 偏國 為什麼是左邊 屬於 或者說 那種 他應該會 你會舉一個例子 他應該會舉一個例子 你會舉一個例子 對 你會舉個例子 就是五指書中的 你看很多人氣大的人 比如說大家不要看這個一件事 你看很多報章的雜誌 因為這什麼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 尤其像台灣老化的國家 你看很多媒體的文章 一定有講到奧斯登口號寫字 尤其你可以看到廣告最多 因為大家知道五指書中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所以你看這個可以學習 甩底子就知道關節也 你說什麼是台語的意思 這個是不是花言的狀態 這樣應該幾乎可以表演什麼 好 所以這個就是左邊跟右邊的共同 這個同樣的奧斯登口號寫字 但是你要是說 大家怎麼寫 大家可以看的話 那個發音應該也有更標準 好 我們再看一個 他用這個圖像來看 Marcle就很大 Marcle就很小 但是Mega 是大 但是各樣大它是Mega 我想大家都逛過大一百 那裡算是 你看注意它的 沒有點子的話 名詞是什麼 Mega21 我應該是應該是Mega3 但是它是大百貨公司 它用Mega 就是大 所以我們知道 Mega Mega就是大的 比方說心臟為大 就是他第二Mega 但你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你對他第二Mega 好 但是這樣 一樣是 醫師會跟人家說 你的 我們知道虛偶有這個群 大家知道 可能挺高很低 但你就有生命危險 但是 一個是Hyperglycemia 一個是Hyperglycemia 但好像字很像 我們會聽說 到底我是過高 是過低 但我都強調 你有Hyperglycemia Hyperglycemia 你就自己一調 唱歌一樣 有人說 現在我口才不好 是不是會口齊 齁 形容三個 這個 就是 你的 比較大 但是 大家知道 哪一個是高 哪一個是低 一樣是可以 走一走 我們前面這位同學 哪一個是高 哪一個是高 有一個是Hyper 你看我剛剛 已經高了 所以你就知道 Hyper就是高 Hyper就是低 所以這個 有時候就是把這些 弄走一路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知道 Type 是什麼Hyper 最明顯就知道 血壓 我們知道血壓 就是hypertension 這個不是醫學名詞 這是common word 就知道高血壓 再來就是說 有很多是 剛剛講過 abnormal 就是高癮正常 叫Hyper 低癮正常 叫Hyper 所以都 所有的醫學名詞 所有的醫學 就是Vanus 就是去的語 你正常這種 就是平衡 但是化身歷史 一次過高 一次過低 比方學長 過高過低 學藥過高過低 像我的聖誕大學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體質 變解質 像那啊 甲啊 都過高過低 就是我們 就是治療的領域 所以就 要不會很困難 那為什麼 快個HUD 因為下一步做 就要跟他講 他知道 龜兔曬跑 當然就是 他用那個 兔子跑得很快 就是FAST 啊 烏龜跑你慢就失了 但是在以前名字他用kaki 跟vloggy 但是這個只能講說 因為他的支跟支手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就開始這樣背 但是有時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來背背看 看看說這個T是不是像褲子 耳朵高高的T 啊這個V是不是想要動過來 你就把他躺下來 用像烏龜在爬 你就一樣可以這樣寫啊 就倒過來 這樣我都自己 然後頭腦笨笨的就想說我自己的學習方法 大家跟你講 我是剛剛想出來的 極致想出來的 好 ANSER 當然都知道 大家也會避綠素嘛 就知道 白 就是大家知道白血球 Lukos sign 那紅血球Aerosol sign Rabit Rossier 還有Aeros sign 很簡單嘛 SIGNAL的比較不知道 但是大家很多英文是顏色 但是在有無路意向 所以我都知道這是地綠素 這白血球 Eukemia 大家可以講 這是跟血液有關 應該ABI也學過 這是白血病 這樣子 Aeros sign 我剛才講過 但是一用這個的話 有一個什麼蠻型 蠻型就代表大部分看生素 所以大家可以猜 這個叫紅美素 又是紅色的 是 Aerosol 蠻型 Signalosis 這個是 像很多已經缺氧了 小孩子剛出來缺氧 就是Signalosis 就不知道怎麼聽到這電話 憨是不是 還是很難 就是這樣 比如說小孩子出生就缺氧 然後他急救了 我說這個小孩子已經BABY Signalosis我們要趕快急救了 這個由於它Signalosis 就變成Bruca了 因為缺氧的關係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剛才講過 就是這個比較重要的事件 我快速的跟大家懷疑 我們知道Hard 是很在古人來講 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器官 所謂什麼東西都是最主要 所以我們知道 假如你知道那個宗教 那個教宗 Hard 呢 就是Obs 就是主教 Suggy 是Hard 所以Hard 代表 Cardia 是最中心 也是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用Cardia來當 所以英文是用這樣的概念 但我們說Hard 是Cardia 所以要看說血管 就有Vascular 或Vascular Cardia 代表是心臟血管的器官 所以我們就寫成CVTB 比如說你要看哪一科 我們要請CV 這邊在Care 就是CV 然後說心肌廣散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進一步了解說 Hard剛才講過的 Braviso 是剛有MVS 好像字比較重要的 但是都有視線出來就是Angel 怎麼同時 視線有什麼不一樣的字呢 但是這個就是慢慢去寫 因為Angel是在表血管 所以我們說血管的視線 叫Angiogram 用這樣的概念 而肩膜是用Bain 阿鐵大家知道 但是血液除了Hermo 又有六個字 Sanual 這個是另外一個代表的字 不過你可以看很多衛生 怎麼樣是用這個字來代表 像我剛剛有講血紅素 就是這個是 我們叫Hermo 因為你知道Hermo 不知道血紅素 這個應該大家都學過 知道Hermo是代表血 就是血紅素的概念 我們知道在講過腦部 腦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大家知道Head是這樣的 但是Brain來講是用Ensephal 大家應該定過生物學 知道Ensephal 其他的最適合的腦部 叫Cranial 所以因為他用Cranial 代表一個Brain的Scar 大家Scar中都知道 學解剖音 很多從Dain來學起 但眼睛 這個用比較不一樣的字眼 耳朵也不一樣的字眼 阿鐵的Ligure 因為他知道Ligure是味覺 什麼樣的概念 牙齒它是用Auto 它用Dental 大家知道牙醫師嗎 Dentis用Dental 耳朵是用Tympanic 你知道那個末的意思嗎 鼻子用Reno 不過大家就好像很能力 不過大家知道 那個獨角獸 那個 那個 鵝鵝 應該是鵝鵝吧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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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不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以前说 这是B型肝炎,或者一个就是网络 B型肝炎非常多,幸好大家这个时代就打疫苗 所以把这个B型肝炎都充斥比较好 我那时候当院等的时候,就是应该二十几年前 第一个三四年前,不知道 因为我们毕业是三四年 七十几年毕业 那时候Tier,肝炎等,你看Tier那些 那些是肝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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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炎 所以那时候毕业肝炎刚出来,我就转化了 虽然是在进行试验机的调音场,肝炎,肝炎 幸好保护作用 那知道大家有没有拍例子,大家都知道是肝炎 这个字就比较深一点,但不过有些基本的圣花应该都知道 不过这个花音,以前我们都花的时候 这个终于是在第一个,Sophagus 这不是很老花,当然是像一个 不认为我知道是膀胱,不过因为它是太子 所以用cholin societies Sophagus 知道女食专家就是用这个字眼 那个肝炎只用cholor,小狼用医炎 所以这是跟Abtom相关的 但回来那个头部,刚刚讲过 远步是重复的,Encel是代表头的,这边是重复的 Cebro,大家也是用头 阿哈德讲过的,迪亚讲过的 但是再来慢慢学习到其他器官 像Chester,还有Solastic Alan是用Numo,Plural 不过大家知道Numo是很重的 因为Numo代表一个类似空气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知道,像冬天到了 或者现在我们开始打流感疫苗 就是最怕发生的所谓 肺炎,就是Pneumonia 所以大家应该听过这个Pneumonia 这个字嘛,所以知道这个是肺炎 肺炎 Pneumonia 是用Mmm 大家就知道,肚炎 就是Mammography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共同语言 爸爸就叫爸爸 妈妈就妈妈 因为妈妈是肚炎 所以就用Mmm开始 Crodus是Sombo Kini就是Nepro 所以我是Neprogist 其他的就是可能 大家慢慢看 不过等一下有一个Satface 会跟大家讲 比如说Rib 它是用Coster Rib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要去吃牛排 我要吃Rib 肚炎 肚炎 大家都知道 他用Coster 但背后用Dos 但是你就说 背后用重圈面看 他Anti有这样看 他不过我刚刚讲过 Wooten他用Pod 不过Pod 那不要记得太困难 我不是只想用iPad iPod Pod就是比较小 其实这个多的角是Pod的意思 所以那个 听那个学生听 儿人姐叫iPod Cita Muscle 讲过了Scaria 这个另外一字 Brachia 是Arm 那也不要说 为什么Brachia是Arm 你讲说 蚊子是个Branch 我们手是我们的蚊子 身体的蚊子 所以是Branch 所以应该不会很困难 Rist 这个又比较不一样字 比较不一样字 就把你直接去了解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演讲的奇迹 不过 开始假如说不好描述 你就用演讲英文 好 但假如连英文都不了解 就比较困难一点 好 但我们刚才讲就是说 就是说 你把长的字 把它分解 就像我刚刚讲过 但这个是个中文 它一个位置 反正是个变过的意思 反正是一个变过的意思 但是这个 是一个食道 但是 就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 这也可以知道 这个是穿过食道 像我们做的 不觉得是从食道来看心脏 更看得更清楚 这样Eco,Cardia,Grond 大家可以知道 Cardia我刚刚学过是Hard 那Grond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是什么 是個圖嘛 所以 Echo 大家知道是什麼 大家知道 Echo 很簡單 李老師有教過那個神話 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女神 還是什麼叫 Echo 想想看 我們有一個女性三谷 喊大聲她會聲音再傳回來 這個回音啊 是 Echo OK 你們問 找一個Tier 然後Cier會幫你們 好 好 好 對 對 阿州市長 她另外一個就是阿州市長 這是超音波 因為 Echo 應該是原來 那阿州市長是超過深波 就是音波 大家知道那個超波是怎麼發展出來 二次大戰的時候 應該是兩個盟軍 還是什麼 德國跟美國 英美對抗 很多潛水嶺 他們知道潛水嶺 有沒有在我的附近 他們就差不多 船都去 有碰到那個潛水嶺 會回音回來 所以用這樣的原理來 那你可能用到醫學 就是 Altrosan 超音波 所以這個 目前用到非常廣 我們做 我們懷疑我肝臟的問題 我一時光可能看不出來 我趕快做一個超音波 看看一是不是肝臟 是不是有個 有時候結實啊 腫瘤啦 用超音波 所以這個A波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G 超音波 在開始的字 你就嘗試把它拆解 幾個字 跟學路有點一樣 但是 Agram可以在這個 A口 在A口 就是 我們知道A口 你回別人的話 你是要A口 A口 就是用這樣的 可以 就是開始學 總是有一些陌生的字 但是不過 我們用一個 比較 我們講不知道是 比較笨的方法 還是比較聰明的方法 我是比較說 這是我們笨人 用比較 方法來學習 我個人是用這樣子 好 但是我們剛剛講過 吹死大家就知道 像交通存 是potation 這是業貨的意思 Andor 大家知道 內蜂蜜在裡面 所以大家知道 內蜂蜜 也是用Andor 來感 Inside大家就知道 在兩個之間 所以大家知道 國際嘛 兩國之間 所以不會有困難 但Perry 就是在周圍 所以我們可以想一下 我在心臟的周圍 是怎麼講的 就把Hard連在 Perrycardia 心臟有個包帽 叫Perrycardia 所以你看 人們會很困難 你知道Perry是一個包住的 一個周圍的意思 所以你把Hard叫做Perrycardia 就是包在心臟外面的東西 這是櫃子的概念 所以Eco 我們剛講過 是Arsosan 這個Eletral 大家知道是電 但為什麼不秀這一張 就是大家有點挑戰 就是 我選Ecocardia 來看 當然就可以抑制 新電圖 就是Eritrea 和Cardial ground 或者 簡稱ECG 或EKG 因為有人說Cardial 有人發音K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叫EKG 就是心電圖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EKG 是用Arsosan Cardial ground EKG 就是用潘波來檢查 心臟 你看 剛剛那裡都字尾Tatomy 就是把它切除 我剛剛講過 Scapitro 它的Gravity 是一個圖的過程 不過它是一個製造的圖 Tomy 是一個打洞的意思 我們一看 构圈是不是像一個打洞 這樣子 E 就滿羽目的 我就用這樣記 Scopy 大家知道嗎 選為間換眼鏡 這個Scop 這個影像 來看的 Stomy 是一個打洞的意思 這個是Card 就是 這個是Stomy 但是這個是 直接切割的 但是 再講 也是一樣 就是比較異常 你看 用異常就很多 Diss 大家就 咦 我們知道功能異常 用英文一樣 Distension 所以 你看 什麼Diss 什麼Diss 就是 比方說我 吞嚴困難 叫Dissbargy 就是我吞嚴困難 Mah 就是比較不好的意思 那也是代表血管 剛剛有像 剛第一次選 這個 什麼關節 是不是坦Diss 所以發炎狀態 大家知道 Bersis 是一個疾病 Pasicata 是病靈 好 但我剛剛講過 Dermal 是代表Skin 所以Dermatitis 很像皮膚炎 你說夏天 過敏 或剛好被蟲咬 濕疹 就是Dermatitis Colum 是一個 腸疹 但Colostomy 就是 你知道很多的大腸癌 RPC要做 那個 鋼門造流 或大腸造流 往一個造個洞 從那邊 排鼠被欺負 這是Colostomy 好 那HARD 我剛剛講過 就是Colostomy Colostomy 就很多 Colostomy 就是Study 埋藥款 就是跟他的疾病 像Aeco-Colostomy 我們剛剛講過 就不用寵物 Colostomy 一樣 這邊就不用寵物了 肝炎 我們講過了 但是你看 Titis 代表發炎 Neurys 胃部 大家知道 Colostomy 耳朵 這邊是切除的意思 所以每個器官切除 都用這個 比方說 胃切除就是Gatronomy 像我們腎臟 有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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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的話 有一個段落 我們可以玩一下電腦 是說 這個實際可以上網上去 給大家實際體驗一下 我們是一組 有一個代表 我們不想看這邊兩個字 三個字 應該有 我剛才是第一次這樣 剛才有講義 我剛才是第一次這樣 大家可以連結看看 我可以上網 我剛才講的 速度非常快 謝謝 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場 再整理一下 難道你會要做 icsb 我們在一場 有肿瘤 沒有 我會把我問那個 我問你 我會把他 自己想用 我們 我就要做 所以 我會把他 說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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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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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